新城乡的新城纳谷塔十元楼 在6月12号正式的启用 全新的设施提供先人来安置 因为环境相当的好 新城乡民向乡公所反映 希望能够开放新城乡亲来预购塔位 为自己的后事打算 而经过了新城乡待会的提案和审议之后 也通过了这项政策 即日起开始受礼新城乡亲来预购 乡长和立台也请乡亲洽询生命理所来询问 保障自己的权益 新城乡的新城纳谷塔十元楼 在109年6月12号正式启用 依照原规定塔位不能够预购 需要往生者有亲属进行选购 因此许多乡亲建议开放塔位预购 乡长和立台为了回应乡亲的名义 解决乡亲的忧虑 来造福新城乡的乡亲 特别此事生命理管理所 研议四元楼骨灰骨骸 柜位预购长生味 注意办法 先前乡第一公墓 我们四元楼在今年6月1号启用之后 启用完之后 深获地方的这个好评 那经过我们这段时间的经营 那不管在环境上 在整个管理上 可以受到民众的一个肯定 那当然这份的这个 能够新建这个纳虎塔也是乡民的支持 才有办法 所以在这段时间当中有很多的乡民 来跟本人来反映 希望说在这个除了往生者 能够来进入塔位以外 那也希望说在生者也能够来异购长生贵位 他们的理由就是第一个 怕在这段的时间之内 因为环境啊 地理环境啊 各方面的管理都非常好 怕被订过光 所以他们希望能够 能够让我们在生者能够 来异购长生贵位 所以呢我们就提案给我们代表会 代表会这些我们的代表 你是先生都非常支持 生得民心 所以呢这次是十月份的 第几代会当中呢 我们代表会来通过 让我们能够让我们乡里面的 我们这些长辈们 原住民是五十五岁 非原住民是六十五岁的 这些长者 能够异购长生贵位 我想这个为自己的后世来料理 免得下一代啊 我们的子孙来做这样子担忧 好的环境好的地理 大家都赏劲能够造福 能够服务我们他的下一代 第一公目四元楼骨灰骨骸归位的预购长生贵 同时也定点的预购办法 包括户籍设计本乡联系三年以上者 申请人为原住民需年满五十五岁 申请人为非原住民需年满六十五岁 预购长生贵者不折扣 预购长生贵者净塔以及申请人以及配偶 这次学亲尊卑亲属为限 预购的长生贵不得转售 有关相关需求或疑问 都可以向新城相公所 生命礼仪所来解析 而喜欢的专讯是 03-861-2-166 记得继续亲爱的老